以下父亲节特别节目由 Joanna Design贾惠君女士 Milpitas及Doubling欧化中心 福特中医大学北加中文学校联合会赞助播出 少年不识双亲亦 养儿方知父母恩 人生在世数十载 莫让岁月空遗恨 2020年特殊时期的父亲节 你准备好了吗 关爱父亲从这一刻开始 星岛中文电台推出父亲节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星岛中文电台的父亲节特别节目 我是曾志宁 平常在我们星岛中文电台FM96.1 这个礼拜四的早上11点的时间里面 通常是粉丝音乐厅的节目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星期天即将也就是父亲节的到来 所以为大家举办了这个比较特别的父亲节特别节目 而同时呢 千万您邀请到了非常重要的大人物 一块来主持今天的节目 我们这一块来欢迎海翔 哈喽 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志宁好 对啊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时段始终保持这么有气质的 这样的一个时段 我每每不好意思来到这个空间 这个时段这样 不要这么说 其实很开心今天 海翔一块来 因为呢 真的是父亲节一年一次 很重要 所以呢 我想其实一开始 我自己都很好奇 海翔可不可以跟我们 大家 就是一块分享 比如说呢 你跟爸爸之间的关系 跟爸爸之间的互动 你知道其实跟爸爸之间互动 中间有一段好几年都好像是有种空白的感觉 可能是出国念书啦 那他忙于这个工作啦等等这样子 所以中间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记忆是非常模糊的 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个跟对照父亲节这种概念 去想到爸爸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时间点 我特别感动 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有一年大概我非常小吧 大概不到十岁的时候 那一年呢 我生了一场大病 但那个病真的 我一直发高烧 我发高烧 然后我知道说我一直在弥留那种感觉当中 这样 然后我妈已经在旁边哭了 我妈已经在旁边哭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时候大概三更半夜的时候吧 对我来说好像是很晚了啦 那十二点多 一点多 那个时候的情况 那我爸看到说我那个 再不去医可能就要烧坏头脑了这样子 可能现在头脑也是已经烧坏了 所以就怕你头脑烧坏的情况下 我爸真的是背着我 背着我 那时候一路快跑 他那时体力还很好 一路快跑 从我家跑到那个诊所那边 大概也要跑个十来分钟 中间基本上没有停过 他就这样背着我 我跑跑跑跑 然后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因为我发高烧 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烫的 他就这样背着我 那时候我不到十岁 所以那时候我到现在 那个画面我都还有 就那天去医院的那个诊所的路上 他背我的那个 在那个路上当中 我那个印象到现在 那个画面我都还有 虽然有点模糊 但是那个景象是有的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成人了 已经到现在这种 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现在回台湾的时候 有时候我爸现在行动 已经比较没有那么方便了 那结果呢 他在过马路的时候 他现在七十几岁 他过马路的时候 我走在他后面 他还想要牵着我过马路 真的 你知道他做爸爸的那个责任 不管你在多大 不管你是四十岁五十岁 六十岁七十岁 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眼中的小孩子 所以他其实他已经七十几岁 他自己走路 其实都已经比较满山了这样 结果他还是想要说牵着我走路 你知道吗 他像那种感觉 真的好感动 就觉得爸爸就真的一直是他的宝贝 对你知道吗 你知道有时候做父亲的这个角色 他不太愿意跟像妈妈一样 比较外放说很多东西 说什么我爱你啊 你要叮咛什么东西 其实他都 爸爸本人可能在亚洲的 这个爸爸本身就比较的 不说话型的比较多嘛 我爸也属于那一种 就他都其实他是默默的做出来 所以让我觉得很感动 真的听闻我也觉得很想有机会看到您爸爸 哎呀跟我长得很像啊 但是我比较帅 我比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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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过提到海翔那么帅 今天还是要请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呢 您现在如果方便可以拿起手机平板 或是开您电脑的话呢 其实今天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擅长的 对我们今天除了是FM96.1新闻中文电台的这个平台当中播出之外呢 我们也在我们YouTube平台新电视 新电视这个YouTube平台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两位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服务 我今天父亲也特别节目 欢迎大家也可以点阅 点阅哦 点阅我们这个新电视 同时你知道其实在 你看我们两个都戴着口罩对不对 对真的 对那在这种肺炎 对在这种肺炎的疫情情况下 其实主持人都会到这个现场来为听众朋友服务 我们身为传媒人都应该 你当然就是要站在第一线嘛 对 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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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鼓励 给我们一点这个支持 怎么支持呢 当然就是送我们一杯咖啡啦 请我们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就好 请我们一杯咖啡 对 对对 刚刚可以上那个buymeacoffee.com 在这个页面上面呢 你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可以用一杯咖啡的钱 一杯咖啡的钱 像Starbucks大概4块7毛5 甚至再更贵一点 那就是一杯Venti的咖啡的这个钱 来支持我们 支持曾杰的好节目 支持新岛中文电台所有的好节目 当然还有新电视平台上面很多元多彩的精彩节目 支持我们这些媒体人 一杯咖啡的钱 当然你要买两杯买三杯也可以 有人买十杯请我喝 有人买十杯请我喝 所以呢 其他听众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个 buymeacoffee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任何一个企业 或者说你知道 大家现在都很愿意帮助医疗人员 愿意照顾很多的病人 可是说真的 我们媒体也是发挥我们重要的功能 就是很安全的陪伴大家 就是每天早上收音机 就可以有最新的时事 最新的这个疫情的时事 对 然后还有曾杰这么好听的 这种这么优雅的古典节目 而且今天还是父亲节节目 而且很难得的是呢 我跟他十几年下来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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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么多年合作过了很多 在星岛的这个 各个很棒的主持人 真的 你是第一次 因为我始 因为我始终都不是你在男主持人里面 最爱的那一个 不要这么说 所以怎么选都选不到我 哪有 是我没有被你选上 我跟你 我跟你的搭配就像小姐与流氓 你知道吗 一种优雅的气质 配上我这个屋里头的搞笑方式 节目这样就很有特色 所以我们两个今天是小姐与流氓的这个组合 全新组合 真的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父亲节 很多形形色色的故事 所以我们前面其实听到了海翔 在分享爸爸 我觉得很感动 那当我稍微一下 讲好爸爸一下 对 因为我想呢 每次讲我爸的时候我就要必须说 我妈是最嫉妒我的人 因为只要我一出现呢 我爸所我的重心就会放到我身上 因为你是他前世情人啊 真的 我爸疼我疼到不晓得该怎么讲才好 就是他会 我只要一回到台北 然后他就会一早就冲去帮我买豆浆烧饼 然后他甚至会就把要给我的零用钱 现在会准备好 而且他不是就一落大钞 他会大钞里面夹小钞 他就说你出门呢 带着一百块坐计程车方便 一千块给他找 人家会觉得有点麻烦 他就会很细心很贴心 然后呢 我妈就说他平常不做的事情呢 只要我回去的时候 他就都会做给我 所以我妈就会很生气 所以你看即使你已经都是 已经成家立业的情况下 在爸爸的眼中 还是他的宝贝女儿 就像你爸爸签你过马路 对啊 你看看 所以真的 所以大家都常常忽略父亲节 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父亲节要跟母亲节 一样也要非常重视 而且要大肆庆祝 大肆举办 当然天天都应该都是 父亲节跟母亲节 对 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 远在爸妈身边 真的常常问候他们 那我就知道 每次我早上打他回家 我爸就吵海 他就很高兴 因为我常偷懒 有一通电话 听到你的声音 其实最做爸爸妈妈的 都会很欣慰 这是基本上台湾的 这个父亲节啦 对啊 是 不过先提一下 台湾父亲节就跟美国不一样 你知道美国是六月 第三个礼拜前 对 那我们不一样 在台湾特别特别不一样 因为他是八月八号 嗯 八八节 所以就是八八嘛 就是八月八号 所以在台湾还没有要过 父亲节啦 对 对我们可以再过两 所以一年可以过两次 我们啊 可以一年过两次 父亲节 六月份一次 然后八月份再一次 是 不过我们同时来看一下 世界各个国家 他们过父亲节的方式呢 真的不太一样 那先跟大家提的是 像德国好了 德国也是比较特别 他们其实是在 复活节之后呢 的第四十天 那是他们过父亲节日 所以要算四十天以后 就是父亲节 对他们每天都 每年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们知道德国人爱什么 爱啤酒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 过父亲节的时候呢 就这个爸爸呢 他会个礼物 就是一大桶 那个啤酒 然后他们就可能早上呢 就推着小车子 上面放那个大的啤酒桶 出去遇到朋友 认识的街访邻居啊 这些 反正就爱喝酒的 这些男人们 大家就从一早开始 就可以来举杯餐 好适合我 这种爱喝酒的 这个父亲节 对 你可以一路喝得很开心 那你喝你的 或者你要朋友的 就喝他的这样 有各种不同的 真可惜我没有当爸爸 我也不在德国这样子 要不然真的好开心 那一天都一定是 我们的这个节目 这样子就对了 是 所以这是在德国 很比较特别的传统 那另外呢 还有比较特别传统的 再跟大家提一下 比如说像在墨西哥 离我们这边非常的近 那墨西哥的父亲节呢 他们跟我们一样 也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 但是呢 他们那天很重要 他们不是鼓励爸爸 喝酒而已哦 鼓励爸爸 去运动 运动什么呢 要跑马拉松啊 是弹马啊 是在虐待爸爸吗 对啊 这墨西哥是那天 一定会举办一个 就是给爸爸的 这个马拉松比赛 所以请全家 一块来帮爸爸加油 爸爸来跑啊 哦 所以是 墨西哥跟法 跟这个德国都不一样 是不太一样 那你既然讲不一样 我一定要讲一个不一样的 在日本好了 我们把这个焦点 转向日本去好了 是 在日本呢 这个做子女的呢 最大的这个 进了一个孝心 就是呢 要帮爸爸洗 这个 刷被 所以要跟爸爸一起洗澡 真的 这成年也要吗 那儿子跟爸爸 比较没有关系啊 可是因为你知道 在日本的时候 就是已经 这个日本有男女共育的 这个习俗 你知道 所以即使女儿的话 也要跟爸爸一起共育 然后要帮爸爸刷背 哇 或者是爸爸 其实我觉得好像一听很怪 但是呢 我觉得这其实蛮好耶 就是说 通常我们跟爸爸 或是跟妈妈 就是特别是爸爸 你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距离 对不对 你要帮他 请你帮他按摩一下背啊 帮他就是 可是需要在洗衣草的时候 帮他做这样的事情吗 你不觉得被我讲起来很情色吗 真的 这次在日本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过复兴节的时候 所以我要讲认真一点这样 严肃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搬到日本去 不错 日本啊 这是日本 在法国比较无聊一点 你知道法国人吃饭的时候 就很慢 很慢 很慢又很慢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平常就是说 就是你知道法国人 这个生活社交 就是会碰碰脸啊 会碰碰脸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会吃一顿法国的大餐 然后就吃得很慢 在那个很慢很慢当中 就增加父子之间 父女之间的这个亲情 然后交换小礼物 其实我觉得法国 这样过的是最 虽然平淡当中 但是我觉得是最 有味道的 你知道因为可以 我觉得沟通上面啊 当然你看像日本的话 有那种肌肤之亲的那种感觉 但是在法国这边的话 你会觉得说 在吃饭当中 其实可以常聊 放就是说 大家这个两代之间啊 就敞开话题 敞开心房这样聊 我觉得蛮 我觉得我很喜欢 这样一个做法 是这也是蛮特别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因为是我们的 原本是粉丝音乐厅的时段嘛 所以呢 一定要来听一首 刚刚凯翔讲的古典音乐 对这很重要对不对 而且呢 跟大家介绍这位作曲家呢 也跟爸爸有点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才是很 作曲 作品数量很多 他写了一千多首的曲子 他写了一千多首 对 然后呢 他的小孩也很多 他一共生了二十个小孩 所以他属于这种量产型的 不管在哪个方面 都是量产型的 对啊 你就光想 哇二十个小孩 我们现在一家子 如果你听到 四个小孩 五个小孩都觉得说 所以难怪他要 难怪他要写一千多首啊 因为他有二十个小孩 那除下来的话 平均就是 要五十首 五十首曲子 可以养一个小孩 他必须这样子 才有办法养下去 这样卖他的曲子 对 所以呢 这位作曲家就真的 不过他不是一个太太生的啦 因为一个太太生完的话 那每年都在大 太厉害了 太太比老公更厉害 对 那是因为他第一任太太呢 帮我生了七个孩子之后呢 去世了 那去世之后 你就想那时候他三十六岁 那一个大男人 要带七个小孩 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你就要该怎么办 就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女人帮他带小孩 真的 所以他的第二任妻子呢 小他十八岁 所以他结婚的时候 那个女孩子才十八岁而已 巴哈三十六岁 然后之后这个第二任太太呢 也很努力 又帮他生了十三个 我的天啦 第二任太太跟第一个孩子 是不是年纪相差还不 不会很大 也不会差很远 对 所以就想 那这位这么厉害 这么棒的作曲家是谁呢 也就是巴哈 我马上变得非常有气质 所以我们今天要听 巴哈的什么曲子 我们要听巴哈的一首小步舞曲 其实待会音乐出来之后呢 我们相信收音机旁的朋友 都很熟悉 因为这真的是 家里面有学钢琴的小朋友呢 也都有机会 在弹这首作品 那么可是这个曲子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要讲到 这个爸爸实在很用心 除了刚才我们讲说 他必须要再找个 这个太太来帮他雇小孩 对不对 那因为他这个第二任太太 安娜·玛格达莲娜呢 他是为声乐家 钢琴不是太厉害 就键盘 那巴哈就想说 哎呀我这些小孩 还是要人来监督他们的恋琴啊 那怎么办呢 他就是从那个太太着手啊 就先叫太太谈好了 太太可以帮他监督 帮他雇这些孩子们的恋琴 所以呢 巴哈就是写了一套作品 他们结婚不久之后呢 他是送给他的太太 就叫做安娜·玛格达莲娜的笔记本 那里面就有很多这种 不是很难的小曲子 就让他的太太可以上手 我觉得他第二任太太 就是让他 他取来专门就是来照顾他 他的小孩用的 不管是在做功课也好啦 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 对各式各样 所以安娜其实很棒 因为呢 他还帮巴哈就是 就超普 比如说巴哈写了很多曲子 来不及写 就是写得很乱 那就是安娜会帮他腾下来 果然是弦内柱 是 所以呢 我们待会呢 会听到这首改编过的小部曲 因为通常那个原本的 就是给键盘的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 当然是跟我的乐器有关 就是给树底来演奏的 比较属于有点那种巴萨诺娜 属于这种南美的那种 巴萨诺娜的节拍形式的小部曲 那这张请大家打开我们的视频 因为在视频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巴哈的一些相片 甚至可以看到 安娜玛格达雷娜的相片 还有巴哈的手稿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上面 看得到 所以找您上YouTube的 新电视 上YouTube上面 然后搜寻新电视呢 就可以赶快订阅我们 这些很多很多很多的 精彩的这个节目了 所以接下来呢 就一块来欣赏 巴哈所写的这一首 小部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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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美文件咨询公司Fastport Services提供翻译公正服务中国领事馆文件认证特快办理委托书 深河西旧金山两个办事处快捷专业服务好 电话408-719-1288 408-719-1288 网址chinesenotary.com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范茜可以省很大 半仙升 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这省很大 网泰 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这可能省很大 吴总 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范茜省太大了 范茜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茜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范茜省很大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 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 每10年一次的普查 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根据这些数据 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 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 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 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 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 全体一起参与 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 充满影响力的数字 谁能不爱呢 你我未来 优势展开 请向2020census.gov完成普查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长石橱柜Milpitas新店 以高档名牌的理念打造 颠覆传统建材商店设计 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建材精品店 地址1421California Circle Milpitas 电话408-889-0888 网址kzkitchen.com 2020年特殊时期的父亲节 你准备好了吗 关爱父亲从这一刻开始 星岛中文电台推出父亲节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了 星岛中文电台的父亲节特别节目 我是曾志宁 我是海翔 今天我们是小姐跟流氓的搭配 虽然我不完全是流氓 不是小姐 然后差点真假的自己是小姐 帅哥啦 对啊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时段当中出现 因为平常这个都是古典音乐的 这个非常有优雅气质 但是今天是特别节目 父亲节特别节目嘛 对不对 所以陪伴了大家 我们有欢乐 又有这种很古典的味道 同时并存 当然要把父亲节很多资讯 要带给大家 是而且还是 在这个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呢 提醒一下 就是今天节目呢 您可以上YouTube 在搜寻星电视 就可以在星电视的频道上面呢 看到我们的节目 那其实在星电视的 这个频道里面呢 节目非常多元 其实常常您可以看到一些 意想不到 这些节目精彩的这些内容 所以非常欢迎朋友们呢 可以来订阅 或是呢 在上面 也可以随时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哦 对 白名的Copy呢 其实呢 就是支持我们 星岛中文电台 星岛日报 还有星电视 我们星岛集团 这么多媒体呢 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给我们玩具 甚至是全世界的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呢 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让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职场上面呢 在这个工作环境上面 可以更有动力 为大家服务 买一杯咖啡的钱 支持我们 就是BuyMeACoffee.com 所以就是这个网站 那么接下来 其实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到 跟父亲节有关的 我想海上 你可能准备了 你要送爸爸什么礼物 我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打算过的是 8月8号 对 我打算习惯过 还是习惯过台湾的 8月8号 我们的爸爸都在 但是我脑袋里面 已经有好几个礼物 准备在 要去 可能可以去买的哦 是 真的 你已经想好了 对啊 你好棒 当然啊 要先想好就对了 可以透露吗 可以 第一个呢 最近有一种 比较高科技的 比较高科技 也适合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上班族的爸爸们 都可以用 它是那个电子的 就是那种 微型纳米的 纳米的那种电容器 贴片哦 然后贴片 酸痛贴片那种贴片 啊是 对 你看微型的 纳米的那种贴片 贴在身上之后 瞬间疼痛就会没有了 哦这么厉害 现在是靠电流吗 就跟我们脑坡的这种 脑细胞 是是是 对 它在几秒之中 几秒之内 你贴上去之后 几秒之内 其实就是会那个 疼痛就会缓解掉 哇那这个很棒 就是你知道贴在身上 那也不是有任何那种药物 但是就是靠 奈米的那些 呃原理 原理 原理 对然后来 跟我们脑神经做结合 算是这个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是 所以这听起来很棒 就是好像大家都可以用 而且大家坐在电脑前面 常常都会 做酒会翻动 可能有那个电脑手啦 对不对啊 网球手啦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坐得太久 也会腰酸背痛等等 哎 选择那个贴 那种那种贴片 嗯是 然后其实我还想到 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呢 就是像我们 其实我觉得很适合爸爸 因为爸爸通常呢 他现在出门会戴太阳眼镜 因为要怕光 就是保护眼镜 那在家里面会戴老花眼镜 所以眼镜都他随时 会挂在鼻子上面的 那当然眼镜 总是会摸摸的 就会脏掉 所以常常擦眼镜 所以像有一种呢 是用碳纤维那种 极小的那种分子呢 来做成那种擦眼镜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布哦 它其实是一个小棒子 但是用那个特殊的那个材料 去擦眼镜的时候呢 它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也是科技材料 而且就是好像是这个 NASA发明的 对不对 对是NASA发明的 NASA发明的材料 对而且它那个就不太会脏 然后呢 你可以用非常五百字以上这样 所以也是可以很方便 爸爸就是你不用随时 在擦那个眼镜 因为就是不小心就摸到 就脏就要一直擦 它擦一次就可以维持非常的久 这个还不怎么样 我又想到更好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比了 比谁的礼物比较好吗 我知道 现在夏天要到了 其实夏天到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天气真的会很热 像今天天气会高温 对 电风扇 那种小型电风扇 大家都看过 对 现在还有 我告诉你 现在可以直接挂在身上的 电风扇直接就对着爸爸吹 就是你不用再拿 手拿 手这样一直拿着 它就挂在脖子上面 挂在脖子上面 而且它有 就是它有弯度还很大 你要这样弯 这样吹 怎么吹都可以 最主要是 它挂在脖子上之后 然后它的 它的那个风力还蛮强的 然后 然后这个角度 有多元化的角度 最主要是 它有好几种模式 有高档的模式 中档的模式 低档的模式 就是那风速可以调控 这也是 所以对爸爸 上班族的爸爸 或者是那种爸爸 可能在家里面 看电视的时候 太热了 开冷气又太冷 因为在旧金山 并不需要冷气 或是你真的中午出去外面 比如说你去走走路 或是你去院子 就是你有那个 直接也很方便 你又不用拿手拿 拿手拿一只手不能做事 最主要是 它一次冲完电之后 它可以用三十个小时 那很方便 对 就是新科技 送给爸爸的礼物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也是跟海翔讲的 这个电风扇很像 它也是直接 放在我们脖子上面的 就像马蹄形一样 那这是什么呢 其实特别是 如果家里面的爸爸 还是电脑组的话 每天在电脑桌前用很久 相信你常常我们就是会 肩颈酸痛啊 脖子酸痛僵硬啊 那它那个呢 也就是类似 有点像是那种 可以帮助我们呢 减缓你的疼痛 你挂在脖子上之后 里面有那种刺激 就像是我们在做 什么超音波那种 会帮你 或是红外线啦 那还有像我们那种 电磁波 就直接你挂在脖子上面 这么多种的效果 可以帮你缓解 你脖子的酸痛 我告诉你 这个酸痛 所以我们两个选的 都有一点像酸 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 所谓现代病 比较多这样 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这个摸摸打 不要 我还是稍微打 我自己打点广告 上我们摸摸打 这个网站上面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东西 适合爸爸 更重要的是 还一样产品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我们星岛 特别的这个收音机 网路收音机 WiFi的网路这个收音机 对 我告诉你第一波呢 其实都被大家抢完了 现在要第二波 所以你现在预购 七月份才可以拿得到 啊还等这么久哦 七月份的时候才拿得到 所以但是现在预购 还来得及 先写给爸爸说 爸爸你等一下 先把那张卡片 父亲节卡片先写了 然后爸爸你的礼物 七月份才来跟我领的 真的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平常朋友们要听 我们星岛中文电台的节目呢 你一个就是在家 要打开收音机 或是你在车上 要打开收音机 但是偶尔会遇到 这个讯号不强的时候 你会有点觉得恶玩 就听到这边啊 突然间 哎怎么断了一下下 对不对 但是你有这网路收音机的时候呢 哎很方便 你到哪里去也不用担心说 离开了我们电波的范围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在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在特别节目播出之前 有两个活动 对不对 一个就是父亲节口罩比赛 对 另外一个就是父亲节的这个 说出爸爸英雄事迹的 这个视频比赛 就我刚刚开头的时候 已经说两个故事了嘛 对不对 好那待会儿我们是不是就要揭晓 到底是哪些是优秀作品 哪些又是冠军呢 对 这是今天的重头戏 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们 来参加我们的这次的活动 所以我们待会广告回来之后呢 就要来跟大家一块分享 究竟是哪些小朋友可以得大奖 那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中文学校教学的时候 自费聘请专家举办免费网上课程 及时解决了中文学校停课的危机 并且主动地帮助行政人员和介校社的学区 以及家长们情商沟通 使得课程顺利完成 危机就是转机 在如此困难的时候 联合会还能够把中文教学推展到更生动活泼 更具效率的平台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1863 PHD建材多款橱柜 瓷砖 地板 浴室 家居设备 匠心独到的设计 令人心动的价钱 PHD为您创造完美一战式购物环境 由设计到选材一切装修难题 打造一个五星级的家 圣核心开张超优贵价格 装修材料不用急 PHD建材有好方法 黑卧总店 1500 West Winton Avenue 小浩赛分店1766 Junction Avenue 电话510-732-8668 408-453-8888 抗击疫情 星岛与你同在 亲爱的餐馆老板 你们想更多人知道 你们的餐馆在疫情期间 都有提供外卖服务吗 星岛广告效率宏大 我们的多媒体合力 帮你留住一般时刻 电台加上报纸 还有网路新媒体 星岛齐齐为你天力 其他行业的小商户 我们都可以为你服务 请极致电650-808-8888 查询 2020年特殊时期的父亲节 你准备好了吗 关爱父亲 从这一刻开始 星岛中文电台 推出父亲节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 欢迎我们收听机旁 以及在YouTube频道前 我们的新电视 收看我们今天 父亲节特别节目的朋友们 我是曾志宁 我是海翔 刚刚有没有听到 我们这个片头 他又特别讲了 就是在这个特别时期的 这个父亲节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还 我们这个经济上面 还算是逐步的这个重启 像很多人生日 其实都是靠这个 Zoom在里面过的 我今年生日 其实就在Zoom里面 这样过了一段 所以今年父亲节 当然现在可以在户外的餐厅 用餐 但是毕竟 这个餐厅数还是不多 所以可能还要靠网络 对 所以我们其实这回 也很鼓励孩子们 可以从现在就开始 来做小小YouTuber一样 自己来拍视频 而且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爸爸有哪些事情 是让他非常感动的 开始跟爸爸之间的互动 我们这个比赛 是 那在这个 几十万条的视频当中 我们选出了前三名 没有 几十万条是我自己觉得 夸张的讲法 在很多很多很多的 优秀作品当中 我们好不容易呢 有这个经过七位的 这个评审 终于把他选出来前三名了 是 其实这三位同学们 所做出来的作品 必须说 真的你可以知道 他们很用心的在制作 所以我们也是呢 要把很好的奖品送给他们 对 那我们是要来看第三名吗 从第三名开始 好咯 所以呢 我们第三名跟大家 揭晓的这位是由 Grand Zoo 我们这位同学呢 他来制作跟爸爸之间 特别是爸爸的英雄事迹 我们一块来看这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有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想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的 好这是我们第三名哦 你看第三名已经这么精彩了 何况是第二名跟第一名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第三名呢 有这个五十块钱的Gift Card一张 当作这样的一个奖励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名 是有一百块的一个Gift Card一张 送给他也当作奖励 然后第一名是三百块现金 是这礼物非常棒的 对我们接下来看的呢 要恭喜周庸和同学 他也是呢 以他制作这个从小还有现在呢 来做呼应 来表示 表现出他对于爸爸的这个感谢 大家好我是周庸和 今年十六岁 我今天说我爸爸对我最好的东西 从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很疼我 很爱我的人 他教我怎么走路 喂我吃东西 喂我奶奶 他教了我做一个很分享的人 他也给了我们很多家务 像我要洗碗每天 有时候打垃圾跟洗衣服 从小的时候他就会教我数学 我觉得他教我的时候 他是很严格 然后搞而我不喜欢他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他是对我好的 帮我准备我的 future 父亲节快乐 我爱你爸爸 爸 我爱你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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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爸爸 你知道吗我有被这一则感动到 我也有耶 对啊 因为他讲说他爸爸非常对他严厉 他不喜欢爸爸 可是呢 后来他知道就是说爸爸都是为他好的 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 严父慈母的这种角色 然后都爸爸每次都当坏人比较多 其实真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 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有时候在过程当中可能小孩子不是那么的理解 尤其他他前后又放了你看这小时候跟爸爸的互动 对你知道我看了之后觉得说 哎呀真的是应该多拍点这种视频 你可能平常拍的时候没有特别想 但是真的等到长大了之后回来看这些视频 那真的是信念会有满满的那种感觉 而且最主要是你知道吗 他们我相信他们的这个第一母语应该都是英文 他们用中文说出来很不容易的 对所以这是第二名的周庸和同学 恭喜你 恭喜 那接下来的第一名呢 哇这位小朋友也非常不得了 中文超级棒的 你都会觉得说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 可以有这么好的中文哦 那恭喜的是Laurie Laurie Zhu 我们先来看她的视频 真好是妈妈 爸爸你要生气好你的女儿啊 为什么 是因为呢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儿哦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Laurie Zhu 今天呢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我那么爱我爸爸 建议我那么爱我爸爸是因为呢 他叫了我跟我哥哥怎么做自觉的人 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家有一个份我跟我哥哥是洗整个家的 然后呢我爸爸也叫我们很多东西 像数学跟数学呢 他有一点点严格 所以他想要我们很好 所以呢 我非常爱他 第二呢他也叫我们很多东西 因为他真的会比较我 那种东西 在实际上 你才会看到的东西 那种东西 是什么东西 那种东西 但是我现在还特别的东西 他就叫我们怎么 很高兴 像呢有时候呢 他就说很多笑话 又很搞笑 我就非常非常爱他 谢谢 哇 哇 是我们刚才快看到的 第一名的 所以这是由Laurie Jew 他所获得的 而且我觉得他爸爸 或任何爸爸听到你的女儿跟你这么讲话的时候 会很窩心耶 我好爱我的爸爸这样子 是啊对所以恭喜这三位的 优秀的这个作品 那这个奖品呢我们事后呢 会有我们新岛中文电台新岛日报的工作人员 会跟得奖者联络 联系再一次 恭喜你们 是对然后呢除了这个视频 我们的得奖者之外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这个口罩比赛 那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要戴口罩 那像我们现在这种口罩当然就是很一般般 不特别 那但是呢在这种一般般口罩上面呢 我们也是请这些孩子们能够发挥巧思 在上面设计口罩来给爸爸戴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在 非常多的这些送件作品当中 都很棒啦 但是我们必须也是要选出最好的五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如雪花般的这个寄过来 你知道飘过来 但是呢我们只能有五个优秀作品 那这五个呢是不分名次 我们先讲是不分名次喔 都是评审呢是经过精挑戏选选出来的 好那我们就让大家稍微来欣赏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第一位呢是这个 阿丽莎 阿丽莎黄 阿丽莎黄 是她的这个作品 对你看看 很有创意的 对黑底 然后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动物造型 然后呢接下来的介绍就是 Ember Ray 那这位接下来第二位的这个 小朋友他设计的呢是有很多的Pikachu 挂在爸爸的身上 我们知道Pikachu是孩子最爱的这个宠物之一 他是想想 爸爸也很像Pikachu这样 所以设计一个Pikachu的图案给他爸爸的 对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邱辉 对 这是他的作品 对这个也很有创意耶 你看那个爸爸这样的动作下来 这个就是看他翘鼻子 翘胡子 翘胡子那一种 然后就这样这个 我觉得那张嘴喔 那张嘴 血盆大口的嘴 其实很有创意的 对 还想知道他爸原本长什么样子 你知道因为这个嘴跟他爸 那个好像配的很像那个脸型 对 恭喜 然后接上来第四位也是入围 可以获奖的朋友是 Ling Shan 然后这个我觉得他的颜色配的非常好 就是都是那种很 我觉得应该是女生化的 因为呢 Ling嘛 很暖色系的感觉 所以一看就觉得很甜蜜 小朋友都好像喜欢把动物放在那个口罩上面 这种卡通动画的人物啊 对 好像只有这样子 好 最后一位这个优秀作品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Grenzel的这个作品 对 那这个其实也蛮特别 是把就是全家 就是说孩子跟爸爸之间的照片呢 然后做到口罩上面去 所以等于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爸爸跟孩子之间那种互动 那在口罩上面 所以戴起来也是独特 因为没有人跟你一样 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是的 其实每一副口罩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呢 孩子们呢精心设计的哦 然后让爸爸这样戴上去 相信就是戴这个口罩的时候呢 除了安全感之外 心里面也很多的温暖在里面 嗯 真的所以就算我们说今天旁的朋友 如果您家里面的孩子们最近 还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比赛也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最近都要戴口罩嘛 还是可以继续为家人来设计口罩 就是为爸爸妈妈 为爷爷奶奶 这样做个不一样的口罩 其实也蛮温馨的 对啊 这个像周末的时候 大家呢可以亲子互动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节啊 嗯 那最主要是这一次这个视频活动啊 视频征集活动 以及口罩设计比赛呢 真的非常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还有读者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热情踊跃的参加 因为真的是呢 反应相当相当的热烈 要慎况空前 是其实我们很期待 就让孩子们可以继续在透过新岛 我们不管是电台或是报纸 所设计出来的这些活动呢 来增加孩子们的创意想像力 都是我们一直以来很期待做的 对所以再一次恭喜呢 这两项这个活动的这些得奖者 好 非常谢谢你们的参加 也恭喜你们 好 今天这个活动这个节目 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 一下子我给你打档 马上就要推啊 对 好不过瘾哦 是最后还是要再送大家 听一首古典音乐 还有歌可以听 对 这首曲子这样讲一下 这首曲子叫做 我亲爱的爸爸 一听就觉得真的 父亲只要听的作品 但是呢 他这个我亲爱的爸爸 当时女儿唱的 可是呢这首歌 他其实是女儿在威胁老爸说 爸 如果你不让我去嫁给海翔 我就 我就跳河自尽 就从桥上跳下去 所以是威胁爸爸的歌 是不是 对我亲爱的爸爸 所以待会我们看到这个 听到这首 大家很熟悉的作品 这个普吉尼所写的 然后里面也会有这个视频 来介绍这首歌的一些背景 然后让你可以知道歌词 以及这个女孩子呢 听起来这么柔美的歌 原是要威胁老爸说 我要嫁给心爱的人 你还是让我去吧 对这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老爸还是会答应的 因为呢 就像曾杰一样 是他爸爸的这个掌上明珠 前世情人 还是会让步的 所以最后 我们是不是要在听歌之前 先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还有这个 所有的爸爸们 这个父亲节快乐 对即将这个礼拜天 父亲节快乐 祝福您呢就是永远都快乐 天天快乐 对永远快乐 天天快乐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祝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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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